歡迎收看電玩仔蘇沛 我是主持人墨金 到了年底的時候 玩家們就會開始議論紛紛 年度最佳遊戲到底是哪一款 雖然《碧血狂殺》來勢洶洶 但還是在遊戲大獎當中共沽 現在就連國外的媒體 也將年度遊戲頒給戰神 讓我們來看一下得獎原因吧 要說2018年最受矚目的兩款大作 應該就是《碧血狂殺2》與《戰神》了 雖然兩款都是續作 但都是劃時代的作品 不過目前看來 似乎《戰神》更受到媒體與業界的歡迎 不只是一年一度的《Le Game Awards》 將年度最佳遊戲頒給《戰神》 就連媒體聲量極大的電玩媒體 IGN 也將年度最佳遊戲頒給《戰神》 在說明為何將獎項頒給《戰神》的影片中 提到這一代提升了克雷多斯的角色深度 而且隨著故事推進 阿特羅斯展現出的成長特質 還有克雷多斯內心深處的失落感 多人讓玩家產生共鳴 玩家們看著中二年紀的阿特羅斯到處暴衝 都知道他需要多一點克制與憐憫之心 偏偏在他身邊教導的是 《劍神殺神》的克雷多斯 這之中的衝突感也非常引人入勝 的確與《避邪狂殺2》相較之下 這次的《戰神》有超大幅度的突破 或許就是這種野心與執行能力 讓他獲得這麼多項殊榮 雖然每個人喜歡的遊戲不同 但2018年的確是電玩界大豐收的一年 不論其他人的獎項怎麼給 還是自己玩得開心最重要囉